英国内阁经过改组之后 隐退七年的前首相卡梅伦重返政坛 在首相苏纳克麾下担任外交大臣 这样的人事安排 连当事人也直言不寻常 但是他希望在全球变革的艰难时期 助苏纳克一臂之力 卡梅伦受访时坦言 身为一名前首相 他试图远离政治并保持沉默 即便他不同意一些个人决定 但是他认为政治是一个团队事业 他最后决定加入苏纳克的团队 以行动支持这位优秀的首相 并且会接受随之而来的内阁集体责任 现年57岁的卡梅伦 是在英国公投脱欧之后退出政坛 有分析认为 英国预计会在明年举行全国大选 而苏纳克在选前 引进更为中间派的人物 试图争取支持 意识图争取支持 意识图争取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